酒驾造成不少无辜的民众家破人亡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在昨天出审通过了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明定10年内两度酒驾的累贩 可以公布姓名照片和违法事实 并提高酒驾司机的一起乘坐的人连坐罚款 金额从600到3000元的罚款提高到6000到15000元 基本上罚款提高10倍 酒驾之后要重新领驾照 规定加装酒精锁 修正草案提高为6万元以上 12万元以下罚款 以及申请登记配有酒精锁的汽车 才能发给驾照